善用回收物再发挥一些巧思 一个简单却精致的爱心铺满就完成了 这个爱心铺满正是老师们即将教导孩子 制作的其中一个教学活动 通过共同学习的方式 老师们从互相讨论摸索切磋的过程中 获益良多 为了提升老师们专业和专心的发展 马来西亚分会五间词基幼儿园的老师们 特地在学校假期期间 一起回到马来西亚分会晋诗堂 参与教师在职培训课程 通过有趣的专题课程和小组交流 除了建立正确的教育观 更让老师们体会到团队的力量 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 但是当大家回来的时候 集合大家的力量 你做一点我做一点 就把事情完成了 课程中除了有绘本教学 也邀请了专业画画老师给予指导 一一提升老师们各方面的专业资量 如此一来 日后的教学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一起设计教学活动 老师们也不忘一起来研读这本必修的课本 梁师之道 从中加强老师们对教育的信心 看到上人的梁师之道 教中学 学中做 做了才说 就把那个心定下来 来跟团队一起做教案 此际教育不求量但求智 智要如何达到 就得加强老师们的专业和专心的发展 教育出有利有得的孩子 在新闻胡慧芬秀被宣装打讯 马来西亚槟城采访报道